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人就是在大的抵押带 不过呢那么随着太离台风远离台湾 然后接下来呢这个整个抵押带呢 跟台湾的距离也会开始慢慢的离开 台湾呢会即将进入太平洋高压势力的范围 所以今天刚好是在交接的时候 一方面呢抵押带的残留银系其实都还存在着 但另外一方面呢太平洋高压势力 已经是步步进逼了 好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其实各地午后雷震雨的几率仍旧是偏高的 过去这几天午后的降雨大家应该感受很深刻 那么还是高温炎热 那午后呢降雨呢 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局的预测 整个西半部地区都是属于 多云午后短暂雷震雨的天气状况 那么北部地区降雨几率高达60% 中部地区有40%的降雨几率 南部地区有60%的降雨几率 至于在东部地区 它就已经开始离开 这个地压带的南方云系的影响 所以呢今天呢就很稳定 多云到晴降雨几率呢 缩小为20% 至于在澎湖地区 多云短暂震雨 降雨几率30% 好所以这边提醒西半部的朋友们呢 还是要注意中午前后呢 除了要这个带一把伞可以遮阳之外呢 随时午后的短暂雷震雨呢 要准备好雨具来挡雨 我们来看一下温度 虽然说降雨 可是这几天大家应该很感受很深刻 就是降雨但是雨下下来之前好热呀 今天呢同样呢 各地的温度仍旧是非常高的 北部地区白天的温度27到35度 中部地区也是27到35度 南部地区是26到34度 东部地区是26到33度 澎湖地区是27到32度 那么今天呢高温资讯的范围稍微小一点点 可是呢包括了台北市 就北部地区台北市 然后中部地区还是台中市跟彰化县 到了南部地区云林县 台南市高雄市以及屏东县 还有东部地区的这个台东县都有可能会出现 36度的高温 好提醒大家 防晒防中暑要多补充水分 那么目前各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台南宜兰目前是28度 台中现在只有24度 那么高雄跟花莲26度 台东27度 澎湖29度 要注意未来几天是台平洋高压的 这个边缘的势力范围 它会带来更加炎热的天气状况 这要注意的 而下一波的第五号台风呢 正在行程当中 那这个第五号台风呢 目前呢 预测可能对于台湾的影响 就会比前几个台风要来的明显 那当然它未来的走势呢 还有很多的变化 所以下礼拜要特别注意台风的路径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 四大指数都是上涨的 道成公益指数呢 上涨了366点 收盘指数是34951点 涨幅1.06% 纳斯达克上涨了108点 收盘指数是14353点 涨幅0.76% 标普百指数上涨了32点 收盘指数是4555.10点 涨幅0.71% 非诚半导体呢 原本昨天大半场的时间呢 都是下跌 而且跌幅其实还蛮重 大概都有跌一个百分点左右 但是呢最后呢 五盘过后呢 开始拉升 最后甚至于翻红 小涨了5.04点 刷盘指数是3842.36点 涨幅0.13% 这里面呢值得注意的是微软啊 那么是大涨了3.98% 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记录 而另外呢我们看到的是特斯拉 不是这个NVIDIA NVIDIA的股价呢 也大涨了2.22% 那么也来到了历史的新高记录 所以微软跟这个NVIDIA 这两个呢都是属于这一次的 有关于人工智慧当中最重要的概念股 那微软投资了OpenAI 然后呢在Chop GPT 然后又运用到它微软的Beam上面 而辉达呢是主要的AI晶片 好的 它的AI晶片到目前为止呢 估计市占率高达90% 好这两家公司呢都创了历史新高 就看得出来这个AI的题材 还在支撑着股市 因为我们在看到说 在其他的科技公司当中呢 苹果啦 Google啦 亚马逊啦 那么其实都是下跌的 虽然跌幅呢并不是特别的重 另外呢台积电的ADI也是下跌的 我们等一下会来为大家说明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油价 纽约油气货价格则是上涨了1.60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是75.75美元 涨幅百分之2.16 拜布兰特原油上涨了1.13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是79.63美元 涨幅百分之1.44 好油价呢又从这个过去这三天呢 连续两天的修正之后呢 又回到了上升的走势 好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农粮价格全数上涨 这当然跟俄罗斯退出这个黑海 这个股物协议呢是有关系的 好我们看到芝加哥黄豆期货呢 上涨了1.25% 芝加哥小麦期货呢上涨了2.37% 芝加哥玉米期货上涨了5.56% 好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贵金属的部分 昨天呢黄金发动了 事实上呢从美国上个礼拜所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生产者物价指数 显现呢美国的通膨似乎呢已经有了缓解的迹象 然后呢连准会有可能会在7月是最后一波升息 美国的这个公债殖利率往下滑 债券价格往上升美元指数往下 那么贵金属其实表现的不多 但昨天呢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上涨了24.40美元 每盎司的报价是1980.80美元 涨幅1.25% 创下了6月6号以来的最高价 而白银的期货呢则是涨了0.95% 铜的期货下跌了0.38% 把金的期货则是大涨了2.76% 那么至于在美元指数的部分呢 则是小涨了0.09个百分点 来到99.93 盘中的时候呢一度想要突破100 不过呢仍旧是拉回在100以内 那美元对欧元对英镑对日元的 都是小幅度的升值 看起来只是一个跌升的小幅度的反弹 至于欧洲呢欧洲的三大主要股市呢 都是上涨的 英国金融收盘板的五价指数上涨了47点 收盘指数是7453点 涨幅0.64%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了27点 收盘指数是7319点 涨幅0.38% 德国法兰克指数上涨了56点 收盘指数是16125点 涨幅0.38% 好接着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首先呢是昨天呢美国有两家 比较重量级的银行呢 公布他们的财报都优于预期 而且呢优于预期也带动大涨 所以我们看到在美国股市 昨天呢是道琼强于标普强于纳萨克 强于费城半导体 那么美国银行呢 他公布的财报 不管是营收或者是获利 都优于预期 尤其是利息收入 受惠于利息的这个利率的升高 所以对于他的利息的收入呢 是增加的 那么这使得呢美国银行的股价呢 大涨了4.42% 而莫克森里呢则是呢 也暴涨了6.45% 事实上他第二季的净利 是比去年同期减少了大概 一成多将近两成 从25亿美元降到只有21.8亿美元 少了大概3.2亿啊 那么但是呢 他的美股EPS反而是增加 就优于预期啊 就只是优于预期 所以呢股价呢暴涨了6.45% 跟上个礼拜啊 那么三家银行啊 他们公布的财报 其实优于预期 可是市场的反应呢 相对冷淡 你看起来情绪上面 有一些不太一样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美国昨天所公布的 6月份的零售销售 月增0.2% 这是远低于预期 预期呢是可以月增0.6% 那么也不如这个前一个月 5月的月增0.5% 那不过呢 这个数字比较主要集中的是 商品的数字啊 就商品销售的数字 而且也没有考量到通膨 所以如果考量到通膨的话呢 这个美国民众 确实在商品消费上面呢 是相对的比较审慎的 当然这里面呢 有一个是属于 在这个美国 在计算GDP的时候 最重视的一个数字啊 那就是呢 控制组的零售销售 那它这控制组呢 就不包括了 这个汽车销售啦 汽车经销商啦 不包括了食品的服务 不包括建筑材料商店 还有加油组 所以扣除掉这些的控制组呢 它的月增百分之零点六 这倒是超乎预期 所以呢 市场呢 对于这个数字的解读式呢 那么仍旧是显现 美国的经济坚韧看好 所以呢 我们就看到美国股市的 道琼标普的上涨 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那么经过了上个礼拜 所公布的CPI PPI 那么美国现在跟华尔街啊 似乎都口径 比较一致的认为 美国经济有机会 躲过这一次的衰退 所以呢 叶伦昨天在接受 布林伯尔的专访的时候呢 他说呢 其实通膨确实有看到 降温的迹象 所以呢 美国呢 是有机会呢 在控制通膨的情况之下 不会造成 美国的硬着陆 也就是呢 衰退 那美国将会 躲过衰退 所以叶伦呢 现在非常有信心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高盛认为呢 未来一年之内呢 美国呢 出现衰退的几率 从原本预测的25% 下修为20% 另外呢 这个摩根大通的分析师 克兰诺维奇呢 原本去年就预估说 应该会衰退 但是呢 他现在呢 改口认为 通往软着陆 也就是呢 经济成长放缓 但是不会衰退 的这样子的一个路径 狭窄的路径 现在变宽了 好 所以我们看到 就美国现在呢 是信心十足 不过呢 在联准会当中呢 似乎人就是 鹰派当道 所以我们看到 包括了联准会 李氏 Waller呢 他人就强调说呢 有必要 在年底之前 两次升息 而根据CN的报道呢 其实在联准会里头 现在鹰派 还是多于鸽派 就是认为 应该要升息 两次的人 人就比 要升息一次的人 要来得多 那么现在呢 7月升息是定局 但是呢 那么9月会不会升息 可能要看 8月的数字 才能够确定 好 另外我们再来 看到的是 因为油价呢 最近这一段 期间的回升 所以我们看到说呢 俄罗斯的乌拉尔原油呢 它的销售价格 已经超过了G7 然后跟欧盟呢 共同盯定的 一桶60美元的关卡 那么能源资讯工信商呢 Argos呢 它公布的最新资讯 在乌拉尔 就是俄罗斯的乌拉尔原油呢 它的报价 现在已经来到 一桶64美元 也就是远远的超过了 这个G7 它们所设定的 60美元的关卡 那么事实上 它从过去这8个月呢 从最低点的 一桶38美元 现在上升到了 一桶64美元 涨幅高达23% 那也凸显出 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来跟俄罗斯买油 所以它才能够涨价 那同时间呢 布兰特原油 其实从71美元一桶 上升到现在大概 80美元一桶 那么其实呢 上升的幅度 大概只有10% 所以这个差价正在缩小 好 另外我们看到 特斯拉的柏林厂呢 现在要大扩产 年产量呢 希望能够拼100万辆 那么就会成为 德国最大的汽车厂 现在呢 它已经提出了申请 要看当地的环保的规定呢 才能够决定 到底是不是能够 真实的成型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这个房地 中国大陆房地产呢 那么最早引爆 这个破产危机的恒大呢 昨天终于公布了 它的财报 它2021 2022的财报 都没有公布 那昨天呢 一次的公布 2021年 2022年 两个年度呢 总共亏损的金额高达 8120亿人民币 而且呢 它的负债呢 还有2.43兆 人民币的负债 资产呢 目前只剩下1.83兆的资产 所以它现在如果 直接破产的话呢 其实至少资不抵债 至少是6000亿人民币 所以现在呢 它其实是靠着 中国大陆的撑住 然后让它保交楼 就是把它的 这个卖掉的房子呢 一定要把它完工 那用这样的方式来减少 后续的社会影响 那但是呢 这个它到目前为止 停牌到至今 还没有办法复牌 好 接着我们就要来看 陆港股 昨天都下跌的 上证中和指数下跌了11点 跌幅0.37% 深圳城市下跌了37点 跌幅0.34% 香港恒生指数 则是大跌了401点 刷盘指数190.12点 跌幅2.07% 好 那么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中美之间的半导体的对抗 那么昨天呢 就包括了英特尔高通 还有NVIDIA的半导体的 这一些企业的高层 执行长呢 连妹的去白宫 然后跟布林肯 就这个国务卿 布林肯 商务部长 然后等等的见面 那现在传出来呢 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的 新的在半导体的 新的科技上面的禁令 可能范围会缩小 只建于先进基数 尖端技术 然后呢 只适用于新增的投资 而且可能最快 明年才会生效 好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台北股市昨天呢 真的是爆大量 那么上冲下息 最后呢 下跌了106点 收盘指数17227点 跌幅0.61% 重点是呢 昨天爆出了 今年以来的最大量 4938亿元 那么引发了市场的 一阵恐慌 上下的高低点差距呢 曾经高达到237点 外资昨天转为卖超 卖超的额度75亿元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节目现场 来分析一下台北股市